北加湾区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署 昨天是确诊了两宗68型肠病毒的病例 为今年加州首见 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署 昨日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呼吁家长不要过度的惊慌 多洗手就能够避免受疾病感染 它是一样的冷冻 在初期是有烤脑脑脑脑脑 然后在中央有更多的医生 并有更多的医生 六八型肠病毒被称为EVD68 于1962年在加州被首次发现 据悉肠道病毒是一种特殊的菌株 可以轻易地感染儿童 全美国41个州 共有472起六八型肠病毒确诊案例 未有死亡报告出现 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局 传染病控制与预防部主任潘癌表示 六八型肠病毒初期症状与感冒差不多 潘癌说家长和学校教师 并不必过分担心 肠病毒透过接触感染 多用肥皂洗手 每次搓洗超过20秒 最能预防这种传染病 若孩子出现感冒症状 应在家里休息 多补充水分 除非出现呼吸困难 否则不必立刻到医院求诊 天佳威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